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西省的龙虎山,原名是云錦山 一千九百多年前 将道陵祖天司、嘉兴州、破巨浪 上纵了云錦堡地 在这里潜心收道,结奴练丹 所以龙虎山可以说是 道教最早的法场地 龙虎山地区在道教兴盛时期 曾经先后建有十大道工 八十一座道观,五十座道院,十个道音 不难想像当时繁荣的景象 不过现时保存至今 最具规模的就只有天师府 一进来天师府 我们就知道是一个道教的宗教场地 因为一进来门口 我们就看到很大个太极和先天八卦的图案 这个就是道教的辉号,太极图案 太极当中表现了阴阳调和 彼此共存的概念 而阴阳互消彼长 又代表了生生不息的宇宙定律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太极当中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说明了万事万物都没有完美 必须互相扶持缔保 才可以达到平衡健康 太极是道教文化的代表 在很多和道教有关的建筑物当中 都可以发现得到 自看天师府 在明清两朝又叫大真人府 是历代张天师起居和自臣的地方 至今到历四千七八零九年 已经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 他的历史发展可以追索到北宋年间 当时北宋徽宗崇陵四年 中原地区发生瘟疫 道教的创教教主张道宁的后人 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 因为治病救人有功 所以皇帝就刺见了天师府 在龙虎山上的上青镇 从此这里就称为南国无双地 西岗第一家 相比起香港的道教宫观 中国内地的宫观规模就大很多 就好像以天师府为例 首先我们要经过府门 然后会见到宜门 然后还有一大条由青石 铛整的一条小路 才会见到宫殿 这种就是结合了皇府和宫观的特色 而天师府就正正代表着 前宫后府的大型传统 广派建筑群 更有四进的层层低进层次 非常有气派 天师府的建筑规格不但严谨 他的布局也相当巧妙 为什么我们会说 天师府的布局很巧妙呢 天师府坐北朝南 他就以府门、二门和师弟 作为一个宗族线, 气势壮观 以前的天师府 就是以三省堂为中心 分东、西和中间三楼形成八卦形 是道教独有的建筑风格 从天师府的布局 除了可以体现道教的思想之外 也可以将神仙体系表露无谓 道教的神仙体系数量极其庞大 包括先天尊神 以及得道成仙的真人 所以在未入到主殿之前 清石通道的两旁 就坐落了每边四间的宫殿 里面就供奉着不同的神领 在通道的左边就是法陆局 始建于明朝初期 这里以前就是天师制作法陆的地方 也是道教入道者行法的依据 那什么叫授录呢? 授录代表把一个符录传授给你 授一个符录 这才算是正式的弟子 而在另一方面, 授一个符录比例 就代表了法师在品位上有所提升 在道门来说是一件大事 其实这里也有些像道教办事处 也对的, 很多人都对道教有所误解 可能是因为一些坊间的传说 又或者电影、电视 对他们有一些错误的描述 其实1800年来 道教也是一个相当有组织的宗教 它有完整的宗教仪式 它的思想更加影响着中国的传统 由于法律局 现时已经失去原有的价值和作用 所以在2000年 就按照原有的建制进行修复 改为三间殿堂 分别是正殿的抖露殿 左配殿的玄武殿 右配殿的磁航殿 这几座殿堂之中 供奉着一共有九位的女性尊神 道教就讲求阴阳平衡 在法律局就供奉着九位的女性尊神 而在它对面的玄壇殿 就供奉着九位的男性尊神 他们就是财神殿的赵公明 关圣帝君和范黎 还有救护殿内的太阅救护天尊 女顺阳祖师 女顺阳祖师 黄大仙仙师 文昌殿内的文昌帝君 许真君 许真君 葛仙翁 经过了天师傅的二门 我们就来到玉皇殿了 在我们前面有一个挺有趣的图案 是道教用来曝光搭斗的 曝光搭斗是一种步法 就是用来在道教的科研中 跟上天溝通的 其实挺有趣的 因为它安置在玉皇殿的前面 就像我们经过了天师傅的二门 透过曝光搭斗 一步一步地接近天庭 朝拜玉皇大帝 玉皇殿为仿木建筑 始建于1993年 是天师傅里面最大最高的宫殿 一提到玉皇大帝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在我们身后 就有一个身高十米高的神像 他就是玉皇大帝 你们看到玉皇手执玉龟 正耿危坐, 神态宿木 就像元首一样会见群臣 而玉皇在道教神仙系谱当中 正正就是诸天的帝王, 万臣之上 天地万物, 无不统属于玉皇 在玉皇殿之内 我们还会见到金铜玉女士纳左右 然后还有岳飞, 朱燕等等 十二个天象在两边 天师傅的建筑非常有特色 我们刚才说过 它是由衙门和宅帝合而为一的传统建筑 也就是前面是官府 而后面就是住的地方 而这种结构的特色还保存到现在 刚才我们参观过的就是玉皇殿 就像你所说的官府一样 经过这道师弟门 就会来到天师府后面的部分 就是天师府以前休息的地方 经过师弟门 进入天师府的第三进院楼 对比天师府前部分的宏伟建筑 这里显得古色古香 在这里的建筑群当中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三省堂 三省堂由前中后三个厅组成 而现在前厅供奉的就是 章道灵天师 道教的思想源于皇帝时代 发扬于老子、庄子 一直以来以一个思想学派发展 宗教色彩不是太浓厚 直到东汉末年 章道灵创立教团 将道教确立为一个宗教的初营 所以章道灵对于道教非常重要 也专称它为章道灵祖天师 后来教团继续发展 形成了天师道的派系 每一代掌管天师道的 我们都会称为天师 由第十三代的张继先天师开始 就居于天师府这一道 而在2005年 就曾经举办过智汉天师府 建府九八周年的庆典 由第一代的章道灵天师 直到民国期间 已经存了六十三代天师 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天师府的中厅和后厅 依然保留着以前天师住家的面貌 中厅这一道 原本就是历代天师的客厅 后来要适应客观的需要 就改建成为殿堂 现在就摆放着第三十代天师 张继先的画掌 在后厅这一道 以前就是天师的内宅 和在前面府门进来的时候 感觉都很不同 因为这一道就是标准 江南四小合院的设计 我们现在好像在参观一个住宅 现在在后厅这一道 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不少 有关道教的文物 譬如天师道的历史 和这三个很重要的金匾 教、演、中、全 就是乾隆皇帝亲自预彼 赐给第五十六代天师 其余两个分别就是 由袁世凯和江西独均 提赠给第六十二代天师 可以看到历代的天师 对于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由后厅再内尽 就到了之前的戚书角 不过现在里面放了很多 道教的文物和文化用品的展览 在这里这么多种不同的 道教文化和文物展览品之中 我就觉得这个天师印就很特别了 天师印就是靠在天师符上的法印 如果像我们现代的说 就在文件上签个名字赋予权力 代表着天师符有一定的法力 游览完戚书角之后 我们就去到原本是天师家庙的地方 在三省堂旁边的就是寿陆院 这里原本是明朝所建的天师家庙 后来就被毁 在2007年这里就重建 成为了现在的寿陆院 寿陆院这里 现在每年都会举行寿陆的活动 所以就有这个名称 进入到寿陆院这里 我们就会看到转运堂 祈福堂和天师殿 在天师殿的正中央 就供奉着张道陵祖天师 而在他的两边就有他的弟子 殿的两旁就供奉着历代六十三位的天师造像 至汉天师府在江西省龙虎山上青古镇压立了九百多年 他的建筑就体现了道教的思想 天师府也都见证了道教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发展 而在下一集 我和Ruby就非常有幸可以参观到 一场在天师府举行的科尔 然后就会离开龙虎山 向三青山进发